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 局势震惊 从581任务到651工程 几经周折 中国人造卫星计划如何开始启动 起点空白 经验为零 科研人员如何突破重重技术难关 历经挫折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如何自主研制传工 1958年10月 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中关村新建成的实验大楼里 举办了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 在当时 这个展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刘少奇 周恩来 聂荣珍 彭德怀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观了展览 而10月25日伴随着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展览当中 那么一个自然科学成果展览会 为什么会吸引全社会各界人士争相观看呢 事实上除了专业领域的科研成果之外 在这次展览会上 最吸引观众的是两个人造卫星的模型 此时 人造卫星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来说 都是一个足以吸引人们眼球的热点话题 就在此次展览会一年以前 1957年10月4日 在苏联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 一枚头顶着一个屡制圆球的火箭 徐徐升上夜空 第二天 塔斯社发出电讯 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仅仅一个月后 苏联第二颗人造卫星升空 人造卫星是环绕地球 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无人航天器 它在科学探测与研究 天气预报 土地资源调查 区域规划 通信 跟踪 导航等各个领域 具有广泛的用途 人造卫星的出现 开辟了即陆地 海洋和天空后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四空间 太空的新时代 从此 人类进军宇宙 角逐太空的历史 掀开了新的一页 1958年1月31日 美国也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探险者一号 美苏相继发射卫星成功 局势震惊 也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震度 科学家们开始考虑 研制中国自己的 人造卫星的问题 人造卫星呢 它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 也代表我们高技术的一些水平 因为它的制造 它的发射 从理论 从实践 从国家工业 从国家经济情况 都有很大的抽筋作用 人造卫星不仅仅是 国与国之间实力的较量 更重要的是 卫星的发射 带给人类的意义 带给中国的发展的意义 此时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也在密切关注着这个问题 毛泽东主席 专门给周恩来总理打去电话 希望他尽快组织有关专家 讨论一下 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 很快 关于苏联和美国两颗人造卫星的情况简报 被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上 看罢材料 周恩来陷入了沉思 凭借中国的航天技术力量 究竟如何 以及何时 能够研制出中国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呢 事实上早在1956年10月 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从美国归来的火箭专家 钱学森出任院长 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 史无前例的卫星与火箭研制工作 即将开始 1958年5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 在会议的前几天 就有代表们议论 苏联与美国卫星升空的话题 但是毛泽东 周恩来等领导人 对此都没有发表意见 直到五月十七日的下午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 做了第二次讲法 他谈到形势问题的时候说 苏联卫星上天了 那么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听到这句话 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一片沸腾 毛泽东的讲话 令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 聂荣真副总理兴奋不已 他立即责成中国科学院 和国防部五院的负责人 张静夫 钱学森 王征 组织有关专家 理定人造卫星发展规划 中国科学院把研制人造卫星 列为1958年的第一项重点任务 也被称为581工程 成立了以前学森为组长 赵九章和魏怡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 并筹建了由三个设计院构成的研制机构 就在581工程启动后不久 为了向1958年的国庆献礼 中科院第一设计院 开始赶制卫星和火箭的模型 准备在国庆期间向公众展出 此时刚刚组建的第一设计院 既没有办公地点 也缺少必要的图纸和资料 于是他们只好租下北京西运旅社的一栋楼房 缺少办公桌 技术人员们就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 凭借着一把老虎钳 两把错刀 几张铝皮和几块三合板 便开始了中国卫星和火箭的最初设计研制 经过两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苦干 和院内外军民31个单位的大力协作 卫星和火箭模型 终于如期在中科院自然科学 跃进成果展览会上与公众见面了 卫星与火箭模型成为这次展览会 最抢眼的亮点 毛泽东在参观后说道 好 就这么搞 不要怕土 土八路能打败洋鬼子吗 就在卫星和火箭模型引起轰动的同时 1958年的10月16日 中国科学家赵九章等一行五人 却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原来581小组成立之后 虽然干劲冲天 在短时间当中也拿出了总体设计方案 和火箭卫星的模型 但是到底怎么造卫星 造什么样的卫星都还是位置数 为了探索一条中国人造卫星 和运载火箭的研制道路 同时也为了向已经成功发射卫星的 苏联专家们取经 中国科学院决定派出代表团 前往苏联考察 代表团在苏联待了两个半月 仅考察了一些天文 电离层 地面观测站等机构 未能参观到卫星研制部门 及有关的地面试验设备 关于合作 技术援助问题 更是没有设计 七十多天的考察转眼即逝 中国专家带着遗憾离开苏联 启程回国 赵有章回来以后 就写了一个报告 就说的两点意思 一点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搞人造卫星 我们首先要把人造火箭 要搞上去 没有人造火箭的话 那么上不了天 第二的话 就是因为人造卫星 和武器很相关 因此的话 我们国外它不一定能够 它没有够我们的冠军的技术 我们自己要自己来搞 一定要自力更深 自力更深 从此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座右铭 传承至今 一切从零开始 研发运载火箭的重任 落在一批年轻人的身上 当年年仅二十三岁的李依黎 刚从北大毕业 就被调配到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 成为运载火箭研发组的一员 当时我们这个单位搞的运载火箭 是叫W2 W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卫星运载火箭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头 搞的一段就发现 这种火箭是很难搞下去的 因为它这个有剧毒 为了与上海的工业基础结合 更好地研制运载火箭 1958年11月 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负责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 总体设计的技术人员 从北京迁往上海 与上海的科技人员 组成中国科学院上海基电设计院 研究方向也进行了调整 却仍然难以突破复杂的技术难关 研制和发射卫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除设计技术领域外 还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 1958年底 就在访苏代表团提交报告之时 中央领导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 1959年 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千人大会上 副院长张静夫郑重地传达了来自中央的指示 那就是明后年 卫星不放 因为与国力不相衬 根据这一指示 中国科学院对发射卫星的计划进行了调整 收缩机构 停止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 把力量先转移到了导弹和探空火箭 这两项技术上去 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化 人们形象地归纳为是 大腿变小腿 卫星变探空 探空火箭是一种特殊的运载工具 它可以携带科学仪器 在距离地球100到300公里的高度飞行 可以为运载火箭研制 提供必要的高空环境参数 因此运载火箭的研制方向 转向T7无控制探空火箭 当时我们平均年龄就是24 5岁 对于这些人来说还是难度太大了 因此就从一个它的试验火箭 或者叫模型火箭 T7M就相当于它的一个 缩小比例的一个火箭 从它搞起 1960年2月19日 中国第一枚自己研制的液体火箭 T7M在上海发射成功 虽然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 但它的成功为中国的卫星上天 开辟了道路 听到中国自主研发的探空火箭上天的消息 毛泽东极为高兴 他专程赶到上海 视察了这枚探空火箭 并且关切地询问 火箭可以飞多高吗 讲解员回答道 能够飞8公里 毛泽东主席沉吟了一下说 了不起 8公里也了不起 我们就要这样 8公里 20公里 200公里地搞上去 就在探空火箭研究实现零的突破后不久 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 完成了对苏联L2导弹的仿制任务 聂荣贞元帅亲自赶赴九旋发射场 为这枚导弹剪彩 1960年11月5日 代号1059的导弹成功发射 不久 一枚1059导弹 被送到军事博物馆展出 此后更名为东风一号 在东风一号的基础上 科研人员很快 用四组研制出 命程更远 速度更高 载重更重的 东风二号导弹 1964年6月29日 东风二号导弹试飞获得成功 几个月后 10月16日 罗布泊升起蘑菇云 中国第一颗远子弹爆炸成功 与此同时 中国在卫星能源 卫星温度控制 卫星结构 卫星测试设备等方面 都取得了单项预言成果 碳空火箭 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成功 为中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 奠定的基础 同时也提供了技术条件 发展人造卫星 终于可以再次提到 意识日程上 但是究竟由谁 来提出这个建议呢 历史把这个机会 留给了科学家赵九章 1964年底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赵九章作为科学家代表 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 周恩来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提出 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社会主义强国 赵九章听完后 十分激动 信心倍增 12月27日 他连夜在那份 早就准备好的 关于尽快全面规划 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上午 当面交给了周恩来总理 赵九章肯切建议 争取在建国20周年前 放出第一颗人造卫星 并把我国尖端科学技术 带动起来 几乎与此同时 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 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 列入国家计划 停滞数年的人造卫星研制工作 终于迎来了专机 1965年的4月22日晚上 581卫星小组成员潘后任 正在家中翻看卫星轨道的资料 自从1958年 581小组成立之后 潘后任便开始从事 卫星轨道的计算工作 如今转眼七年的时间过去了 但中国的人造卫星 还没有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之上 在一个多月之前 卫星研制项目 有望重新启动消息传来 潘后任终于又看到希望 但是依然没有接到明确的任务 直到4月22日的晚上 潘后任突然接到了 赵九章的一个电话 赵九章就打电话 说你晚上到我家里来 我骑了自行车 1965年4月22号 到了赵九章家里 赵九章说 现在中央已经定 卫星要上马 很快 中国科学院集中起最强阵容 由何正华 潘后任 胡奇正三人 组成卫星总体组 同时成立卫星本体 轨道 生物和地面设备 等四个小组 并要求大家在6月10日前 必须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 方案设想和卫星系列 规划 虽然当时卫星总体组里 只有何正华 潘后任和胡奇正三个人 但是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 只用了10天便拿出了 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初步方案 然而方案出炉之后 他们却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第一颗人造卫星 究竟应该如何来命名呢 与技术公关比起来 一个名字本来是件小事 但是却让这些研究人员们 同样办了难 最后 还是卫星总体组组长 何正华提出 我看就先叫它东方一号吧 这个提议大家一致赞同 请示中央之后 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1965年7月 中国科学院向中央呈报了 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 工作规划方案的建议 8月这份建议得到批准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开始进入工程研制阶段 并在中国科学院内设立一个卫星设计院 由前纪副院长领导 当年全国很多单位都参与了 人造卫星的研制工程 为了协作方便和保密起见 这项工程被命名为 六五一工程 一九六五年的十月二十日 在北京友谊宾馆里 一场中国航天科技史上著名的头脑风暴 开始了 这便是受国防科委委托 由中科院主持召开的 全国各有关单位参与的 六五一会议 这次会议历时四十二天 全面论证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方案 时间之长 规模之大 内容之多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不少专家后来都回忆说 这是他们一生当中参加过的 最长的一次会议 经过四十余天的论证 六五一会议初步确定了 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 包括卫星本体发射方式 轨道选择 测轨方法 数据处理 地面台站 回收方式等系统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 接近尾声时 一个消息传来 11月26日 法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 同时日本也在研制人造卫星 这些消息 让与会的科学家们 愈发感到时间的紧迫 此时中央引星决定 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并对这颗人造卫星提出了四项技术要求 中央很明确 这叫上得去 抓得住 看得见 听得着 上得去 抓得住 听得见 看得见 面对这四项技术指标 人们首先考虑的 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上得去 按照计划 东方红一号卫星要在近地点441千米 远地点2368千米 倾角为68.44度的椭圆形轨道上运行 然而要想把卫星准确地送住到这个轨道 那么负责搭载卫星的运载火箭 就必须拥有非常强大的推进能力 然而当时中国的火箭 大都是单级火箭 还不具备这种运载能力 所以要保证卫星上得去 就必须要依靠多级火箭 为了解决上得去的问题 1965年6月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计划 重新启动的同时 三级运载火箭的研制便开始了 专家们提出了一个两结合的方案 东四号本身是个武器 但是他把他投入那个弹头 把这个拿掉了 换一个第三极火箭 导弹的话 它是这个自由楼体验的打到空间 它还不能够进入到这个第一武器所得 进入第一武器所得的话 还要加一个这个第三极 加一个固体火箭 这种两结合的火箭 便是后来著名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1967年11月 原七级部第一设计院 担负起长征一号总体设计和研制任务 时任副院长的任心民 带领一批年轻人 砍枪了火箭核心关键技术中 一块又一块硬骨头 然而1969年11月 长征一号的两极火箭在第一次试飞中 由于第二极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 发生故障 导致发射失败 1970年的1月30日 第二枚长征一号两极火箭 重新树立在了发射架上 随着一声令下 两极火箭呼啸而起 在天空当中爆出了一个火团 而云烟散去之后 两个黑点清晰可见 这证明两极火箭分离成功了 此时在内蒙古护和浩特 交败的一个科研基地里 第三极固体火箭发动机 也已经通过了第19次的成功试车 卫星上得去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 然而在卫星本体研制人员面前 还有另外三项技术难题需要破解 那就是如何才能让卫星抓得住 听得见 看得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